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沃尔克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重点是排序 排序是什么意思呢? 排序的话呢,关键字是order by order的中文是排序,by的中文是根据 也就是说我根据什么来排序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事例 依然还是查询EMP表 EMP表这些列 查询什么呢? 我要查询雇员的姓名和薪水 然后按照薪水什么呢? 排,按照薪水,这样子吧,按照薪水排序 那么薪水最高的排在前面 薪水高的员工排在前面 OK,看一下这个练习 我最终要得到的结果呢,是姓名列和薪水列 所以是ELAM和Cellery 好,先不管排序就是CNAC的ELAM都好 Cellery from EMP 看一下能够得到我的结果吗? 不能,因为虽然能得到ELAM和Cellery 但是却没有排序 那么排序的关键字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叫做Order by Order by 那么请记住 Order by子句 必须出现在CNAC的语句的最后 如果没有where子句 那就直接出现在from之后 如果有where还要在where之后 总之,它是CNAC的语句的最后 那现在呢,我是根据薪水排序 那我就Order by 后面跟的是列名 根据Cellery排序 排序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排序的结果出来的是一个升序 工资低的在底下,在上面 但是如果我要排降序呢 请注意,排序有两种 一种是升序,一种是降序 升序的话呢,我们用关键字 ASC来表示 降序的话呢,用DESC来表示 那现在我要根据薪水排降序 那么就是Order by Cellery DESC 好,最高的King5000 排在D1 最低的Smith800 排在最后 那如果我要排升序啊 你要么直接写ASC 要么干脆不写 当我写了Order by 字句却没有指定它是ASC 还是DESC的时候 默认都是ASC 请大家特别注意 好的,这就是排序的基本语法 请注意,排序的关键字是Order by 而且必须出现在CNAC的语句的最后 Order by之后跟列名 也就是说我按照谁来进行排序 列名之后跟空格ASC或者是DESC 排序或者是降序 那除此之外 这些都是Order by 字句 排序字句的基础语法 除此之外 比方说 这两个 Wild和Martin 他们都是1250 如果他们这种 薪水一样的情况 我按照什么呢 我按照他们的姓名 再来排序 怎么做呢 Doh Elem 如果我不写就默认是Elem是ASC的 我们看一下什么效果 当我 Martin排在了Wild之前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Order by 字句中 后面跟了两个列 那它是怎么排序的呢 首先它还是按照第一个列排序 那什么情况下 根据第二个列排序呢 出现了按照第一个列排序 两个值是相等的情况下 比方说 这里两个记录都是1250 那他们俩相等的情况下 我再按照Elem 这个列排升序 排升序因为Elem是字符嘛 所以它肯定是比较第一个字符的阿斯克尔玛 阿斯克尔玛小的 阿斯克尔玛小的这是声序 阿斯克尔玛小的就在前面 阿斯克尔玛大的话呢 就排在后面 如果我Elem也改成什么呢 降序 就是说在第一个列 按照第一列排序有值相等的情况下 我按照第二列Elem降序 那么W的阿斯克尔玛肯定是大于M 所以Ward就会在前面 好 这个就是orderby字句之后 如果出现了多个列 它是怎么排序的 如果没有出现重复 肯定是按照第一个列排序 只有当第一个列排序 出现相同值的情况下 才会按照第二个列 指定的顺序来进行排序 好的 这就是orderby字句 需要注意的第一点 orderby字句后 有多个列的情况 那么第二 我的orderby字句后面 虽然说一般说跟的是列名 那么我可不可以根据 列的别名来排序呢 我们可以试试看 现在我给Celary 起了一个列的别名叫工资 接下来呢 我orderby的是列的别名 结果发现排序的结果是一样的 请注意orderby字句之后 不一定非要是列的真实的名字 也可以是列的别名 除此之外呢 我还可以是数字 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数字 数字 数字二 这个地方指的是CNAC的之后出现的 第几列 第几列 比方说orderby二 DSC 逗号 1DSC 就说明 我首先是根据第二列 CNAC的之后的第二列 Cenery 一样的效果 那么 1就是代表CNAC的之后的第一列 好的 这个就是排序orderby字句 需要注意的一些知识点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 再见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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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